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赞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群众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海边, 驶上了那些小船, 往格发文去找耶稣。 群众在海的对岸找到了耶稣, 就对他说, 老师,你几时到了这里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可不坏的食粮朝老, 而要为那道永生人保存的食粮而努力。 这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它是天主圣父所赢证的。 他们就问耶稣说, 我们该做什么, 才算做天主的工作呢? 耶稣回答说, 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 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哪一位。 他们又说, 那么, 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好时我们幸福你呢? 你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赐过玛纳,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他把从天上来的食粮赐给了他们。 于是,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不是每次给了你们从天上来的食粮, 而是我父赐给你们从天上将下来的真正食粮。 因为天主的食粮就是那从天上将下来, 并赐给世人生命的哪一位。 他们便说, 主啊, 请你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 耶稣回答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饥饿, 信从我的永远不会口渴。 基督的鼓吟。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想大家都知道关于耶稣的在旷野里的被试探了。 他就是被诱惑三次。 第一次就是, 他常常对他说, 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兵。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把自己丢下去, 那些天使我来救你。 第三个就是, 我把所有的一切给你, 你只要逃败我, 这些就是你的。 其实那三个试探就是, 要考, 思考, 到底耶稣会不会去选择某一个诱惑。 因为他来到世界上, 就是为了要成就人类。 所以如果他用某一个方式, 他还能够救到人类的。 比如说, 现在他有权利把石头变成面饼, 变成食物。 那不是很好吗? 因为世界上的人不再缺食物了, 肯定有够次的。 第二就是, 他无论做什么事, 也会被那些牵制保护。 所以他做什么事也好, 没有人能够动到他的。 第三呢, 如果他是变成世界的王, 他说的一切, 每个人都要跟了。 所以如果他就选每一个, 他就可以说, 我来选的一个, 就是能够救到世界了。 但是他三个都拒绝。 为什么? 就是他来的目的, 不是救我们的预体, 是救我们的灵魂。 所以他每次跟群众, 法利塞人, 他们一直听不明白。 然后今天的福音跟下个星期的福音都是一样, 他是讲同样的东西, 他跟他们讲, 你们每次来找我, 不是因为你看到我是天主子, 你不能看到, 看不见我是摩西亚, 你是不是看到我是一位先知, 或者我一位能够行很多圣迹的, 能够医治你们的病, 能够给你们吃, 你们才来找我的。 因为他们只是能够看到, 他们在世界上所需要的。 不是说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需要, 我们要活下去的, 一定要吃, 要住, 不要生病, 是个很平常的。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这些是会过去的。 因为那些群众说,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 也是有得到那些听上来的食物。 但是耶稣说, 不是没事给你们的。 他们其实看不见, 一直来就是听主照顾他们。 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一直忘记, 到底是谁给他们自有。 他们都以为是没事, 没事, 没事。 没事, 如果天主没有派他去救他们, 他们也是永远在埃及的。 所以他们就是一出去, 到他们自己圣地, 找到自己的国家, 他们就忘了。 每一个先知来, 就要提醒他们, 回到天主那里, 回到天主那里, 他们还是会忘记。 所以到耶稣的那个时代, 他们只是找什么, 就是要好处, 好吃。 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一来都是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耶稣说, 你不能够这样想而已, 因为哪一个比较重要? 灵魂还是我们先知? 灵魂是当然比较重要。 如果我们相信, 灵魂是永生的, 那我们就要尽量给我们灵魂食物, 所谓的食物。 我们有些人是喜欢吃的, 到处去跑, 找好吃的东西, 特别那边好吃, 那边好吃, 特别好吃, 就跑到, 到处跑。 但是, 当我们的灵魂需要食物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去跑, 到处跑, 把我们的灵魂吃饱? 没有。 所以我们, 我们也是不能, 是说, 只是看到现实的事实, 不能看到天主的天国。 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想到要给我们灵魂吃。 怎么样给我们灵魂吃呢? 神吃和好神吃, 领圣体, 讨败圣体。 那些就是给我们灵魂的食粮。 其实还有, 因为不只是信仰而已, 因为这些生事生好,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把天主的爱活出来, 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给我们力量, 出去服务。 很容易给一个比喻来讲, 现在是榴莲, 很多榴莲, 都讲到榴莲树。 榴莲树, 你种的时候, 要很长的时间才长的。 然后那个榴莲, 一年一只出花报的。 那如果我们没有去, 一直去照顾, 放那些肥料那些, 它也是不会长得美的。 榴莲也是出到不好的。 但是出花的时候, 榴莲掉下来的时候, 那榴莲树不能吃自己的果实吗? 这是给别人吃的。 所以, 当我们 把自己的灵魂 长 就是讲 给我们的灵魂 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 不是给我们自己吃的, 我们得到的恩宠 不是给我们自己用, 就是用来去服务。 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服务服务, 觉得很累, 觉得很无奈? 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靠天主的力量。 我们的, 我们杀根的时候, 杀根在哪里? 我们的根是在自己的, 还是我们的根是在 耶稣的身上。 所以, 我们要每一天提醒自己, 祈求圣神, 一直提醒我们, 要把我们的根, 杀在耶稣的身上, 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 我们每天要求 天主的恩宠, 天主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 每天去服务, 不是为自己的光荣, 而为天主的光荣。 Just a short summary, I talked about the three temptations of Christ. Because, you know the temptations in the desert, I talked about turning stone into bread, throwing himself off the cliff, and the angels will save him, and the world is given to him, the authority of the world given to him, and all he needs to do is worship the devil. Now, each of these temptations represents a way for Jesus to accomplish his mission on earth.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it, he's sent to earth to save the human race. He can end world hunger, turn stone into bread, no one will be hungry again, no one will ever be need again. Second one, the angels are there to protect him, so he can do anything, no one can do anything to him, because he'll be forever protected. And the third one, if he's the king of the world, or emperor of the world, whatever you call it, he can just say anything and people have to follow. So each of the way can, in a way, save the human race. But for him, that is not the purpose. His purpose is not to save the body, but rather to save the soul. and which is why he keeps telling the people, the crowds, the Pharisees, the scribes, don't work for food that cannot last.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passes. This we know. One day, we will all just become dust and go back to the ground again.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soul is the one that will live on. Which is why Jesus always stresses on food for the soul. but what kind of food do we feed to the soul? How do we feed the soul? We know if we are hungry, we will eat. And sometimes those who are foodie, we will go everywhere to look for food. There is something nicer, we go there. There is something nicer, we go there. People can drive out to Penang to Ipo for a day trip just to eat and then come back. There is to feed the body. But what about the soul? When our soul is in need, in hunger, do we do that? Very often, sad to say we don't. because we do not place importance on the soul. To feed the soul is to frequent the sacraments, the Eucharist, confession. All this is food for the soul. But it is not just that. Because St. James says you need faith and works. It is from this food that we feed our soul that we are able to work in the vineyard of the Lord. I give an example of the durian tree. Since we are in a durian season, you plant a durian tree it takes a while to grow and we need to always nurture it. But when the fruits come out, do the durian tree eat their own fruits? They don't. The fruits are for others to enjoy. So it is with us. When we feed our soul, we are enriched by the food of the Lord. It gives us the strength to serve others because that is the fruit for others to enjoy. the strength and grace that comes from God is for us, yes, but it is to give us strength and grace so that others can profit by it. And we in turn profit from other people through that method. So it is a whole cycle. I help you, you help me. I get the grace to serve, you get the grace to serve, we help one another. And that is how it should b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Jesus Christ stresses the food that will last.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s what purifies the soul, that is what helps the soul to grow closer to God. So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continue to remind us of our need to be rooted in Christ and to always draw strength from Him because on our own we can do nothing but with Him we can do everything. and let him .. I will to miss